我自己覺得在現在這個環境 大家知道其實經濟環境不是那麼好 資金流方面不是那麼鬆動的話 再有新股上市 其實我覺得分流錯的機會會比較大一點 未必可能會帶動到 因為其實本身現在 你看看港元回價7.85 其實你告訴我有很多水 應該機會就很小了 反過來靠北水是否可以 短期是可以的 但是北水其實都很飄忽 有時它是入有時它是出 這幾個多月其實都是入的 多五為主 剛才說到我都在懷疑 是否分析廚窗 是幫我們25周年做阿慶 但是反過來如果真的在外圍再跌下來 北水可能在買買下 它都可能會熟手的 所以未來方面來說我覺得 反而反過來對共鋒 或者是對其他的 其實可能影響方面 可能會有些負面壓力也不奇怪 所以其實投資者方面來說 如果拿著板塊 我想拿著的話 繼續拿著 其實不用特意要收天齊 我覺得其實關心不特別需要 其實 但是你說會不會影響了 共鋒或者甚遙比亞迪方面的走勢 可能會有些少少影響也不奇怪 這個其實大家可以留意 但是如果你說共鋒方面來說 近期它都放了一條上升軌的 很多時候其實見到這條十天線都有些支持 有時候會輕輕扔穿的 其實但是說不算扔穿得很離譜 大家可以用什麼呢 可以用一條二天線幫來說 我們作為一個止洩位 其實現在二天線幫來說 共鋒大概在74.4號半或者止賺位 其實那是74.4號半的位置 那不失手的話 其實大家都不需要這麼快止賺的 但是反過來 如果失手的話大家就要留意一下 Ethnet專業版HV2股票報價系統 幫你洞息大局捕捉投資先機 即刻申請啦